好,大家好 這裡是那個早日再來 我是那個主婦DDIO 那今天我們很開心 就是我們在外面其實今天很多的朋友聊天 有一些是工程師 那有一些的話是今天來就是有各種人有 比如說像是那個一些是 他會說他是那個進菜市場但是很少進超市的 那個歐巴薩 對,那也有一些 那就是有各種 然後有一些是覺得很喜歡找得再買的裡面 但是裝了之後就沒有繼續用的人 對,那因為我們今天受到了各種人的 那個使用的回饋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來整理一下 我們從這些回饋裡面得到的資訊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現在既有的這個APP的可以改進的地方 像是有人提到說像推廣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可以找一些現在已經 對環境友善的公司 不管他是做那個通路的 或者是品牌的 其實是可以找這些選人一起做 類似產銷履歷 只是今天早在買做的就是 今天每一個產品和公司的這些環境的紀錄 對,那我這邊就不一念 對,但我們還有 還有像那個我們的 就也有工程師的朋友來跟我們講了一些很好的 就是在我們互動的上面的一些很好的細節 讓這個產品可以更方便的 比如說可以掃完 一次掃完後架上的所有產品來做比較 這樣的東西 對,那非常謝謝今天來給我們這些回饋的大家 那我們也除了這種就是 現在既有的產品的功能上面的改變之外 那我們也開始在想說 今天掃再買這樣作為一個服務 我們今天怎麼樣我們的產品規劃 在一個就是資源很少的NGO裡面 怎麼樣可以做到購用的產品規劃 讓我們的計畫可以看得比較遠 可以在現在有了 比如說時辰、預算和人力底下 可以從來一些事情讓我們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實用者研究 應該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最後面的話 是我們就開始從 大家如果對今天的我們的討論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上面有流水帳 就是所有有討論的東西 那我們下面就開始整理一些結論 比如說我們現在正在長那個 因為我們想要長一個物質 所以我們今天先邊收集 就是我們今天到以來的朋友 他大概使用上面的類型大概是什麼 那像我們原本常常 那個早在買在談的都會是 我進超市看那個產品 想要知道它背後的資訊 所以我去掃條碼 但我們今天像跟朋友聊之後 發現其實有一種人 他是去超市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買東西 是因為他要陪人去買東西 那這種人去買東西的時候很無聊 那這種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來用這個F幫忙 就是反正每一次可以多掃一下 東西呢 這可能是一個蠻有趣的 那個使用的情境和人設 那是我們原本其實也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們可能想要會是 是一個對買東西和知道這些 商品背後的環境資訊很有 很有很在意的人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其實在超市裡面會出現的人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 然後又有一些像比如說剛才提到 可能是價值驅動 但是今天在商場買東西的那個時候 我其實並不會去習慣 真的要去開個APP 然後停下來去找東西 因為我可能是很匆忙的 進去買個東西就出來了 那像這樣的人的話 我是不是比如說會覺得 但大家有提到 其實比如說會影響 改變我的購買習慣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種 有些是因為我原本習慣 我發現我原本習慣買的東西 其實是出問題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做的其實是 因為我們應該提供一個功能是 讓大家可以有點像是訂閱 比如說我喜歡的公司的粉專 今天他出事的時候 我就會收到消息 那我就知道 其實我原本喜歡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 有一些環境上的疑慮 或是我可以因為這個 就去主動要求這些公司 所以你應該把這些問題改進掉 那我就會想要繼續去持續買你的產品 這樣才是 對 那就不只是一個 就是公司不好 所以我不要買他的產品 而是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APP 來讓這些公司可以去 有機會可以改善他的動機 而且讓消費者也可以知道 就促進一個好的循環 讓好的產品 或是讓公司的問題可以被改進和解決 對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早在買 就是從大宋這邊 收集到大家的回饋和經歷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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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